哈喽朋友们 咱就是说啊 这个2021年 咱莫太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啊 又又又又 怎么了 老板那个是念又霜若灼 好 重来 尽管这两年又是疫情又是封城 打破了房地产市场的常规 但基本已经在2021年的后半年啊 就已经恢复的正常 但是2021年啊 咱们这莫太华房地产的交易量 还是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莫太华房地产协会呢 今天新出来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啊 莫太华房地产交易额 一共达到了131个亿的加币 而去年呢 仅仅是100亿的加币 就是涨了整整31%啊 朋友们 31%啊 朋友们 协会主席也说呢 2021年的交易额 呈现如此加速增长的趋势 也体现了莫太华 整体平均房价的上涨 我们分开来看看啊 莫太华的住宅物业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没有物业费的那些house 在2021年啊 平均售价呢 是72万加币 比之前一年呢 增长了24% 而公寓类的物业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高楼 有condo fee的 在2021年的平均售价呢 也达到了42万加币 同比去年呢 是有16%的增长 不用我多说 大家看完这几个数据之后 长得有多疯狂 根据咱们沃太华 房地产协会的年度报告 他们强调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多年来啊 整个加拿大房地产 一个持续的 库存不足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对房价造成了巨大的上行压力 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预测一下 2022年的房地产市场 走势如何呢 非常不幸的是 现在新一波的疫情又来了 大家工作 远程教育 买家已经十分疲惫了 利率即将上调 加上现在影响市场上的宏观因素 还有很多很多 一般来说呢 一到三月份是房地产的冷淡期 应该不会像2021年那样呢 疯狂的上涨 但是长期来看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难预测的 在房地产库存不足的 这个情况得以改善之前呢 对买家来说 还是比较不利的一个因素 现在的市场呢 很不幸 还是由卖家主导的市场 而且这个情况呢 不出意外的话 短期内呢 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虽然具体的呢 我们也 不好说 按照温太华 现在这么多年 一直贯彻的这个增长趋势来说呢 2022年的平均房价呢 再涨个20%到30%左右 是极有可能的 想要买房的朋友们 最好就不要再拖了 拖到年底 你的预算 可能又要再高个好几万 甚至十几万加币 地产协会同时呢 也强调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一个 不断涨价 年年涨破记录的市场里啊 拥有地产经济 相关的经验和知识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这些呢 都是温太华地产局 对于今年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测 那作为前线 第一战线人员的 我们来说呢 其实我的感受是呢 圣诞节前后 因为没有房源上市 但是呢 又有很多的买家 拥有到市场 就造成了 没有供给 但是需求很强烈 这个现象呢 拖到一月份呢 就是我们一月份到现在呢 房源上市 其实是完全不足的 这也就是会发生 一个房子一上市之后 如果叫叫叫的很合适 并且是在大家 非常喜欢的社区 它就会马上出现 上市第二天 有超过十个以上的offer 在这个房子里 我们前两天 刚刚做完的一个 一个deal 是在温太华 非常有名的 Stone Bridge 有一个single house上市 当天呢 就收到了13个offer 那现在呢 同社区里 另外一个独立房上市呢 第一天 就直接firm sold了 因为它就到了一个 所谓的bully offer 我们本来是安排了 今天下午去看房子 都没有机会看 那现在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温太华 房地产市场 第一月的第一个周的 市场状况 根据我个人的预测呢 我的想法 可能跟OREB的想法 不太一样 我觉得今年 前三个月的 第一个季度的销售情况 有可能会突破 去年第一个季度 因为去年第一个季度呢 最开始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但是相比的 现在呢 我们的需求很大 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呢 在2022年呢 一月份的一些预测 具体市场情况如何呢 我会在二月初的时候呢 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展望 如果你在2022年 又想买房卖房的计划 欢迎联系我们进行咨询 我们会根据您的 具体需求和条件 为您找到最适合你的住宅 也可以让你的利益最大化 关注莉莉湖 买房不迷路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吧